哈喽你好我是Sindy美国认证的健康教练营养顾问 今天要来跟各位讲的是 根据时间进食比较好呢还是以 直感 直觉进食比较好呢 根据时间进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 你的时间内 你靠你的行程 以计划性 就在这种生命的进食 出于社会的原因还是社交原因 不管你饿还是不饿时间到了你就去 吃饭 直觉进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饿了就吃 你不饿的时候就 不吃或者是停了很简单的解释方法 那我们先从 每一个的好处跟坏处来分析一下 时间性进食的话 好处是什么呢 是 你不用去 思考太多 因为时间到了你就去吃饭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习惯 因为你正常时间 吃正常的菜 以前 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来教 被教 长大 再来你如果是准备 饭菜的话 这也比较 容易 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你吃什么餐 去准备晚餐准备中餐准备早餐 这样子的功夫也比较 轻松 因为你知道 要吃什么 坏处呢 就是 你 没有一个 饥饿的时间表 你完全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到底是真的饿 还是你 被训练出来说那个时间 就是 该吃饭了 长时间这样下来 我们失去对身体的一个 接触感 你忘记 真的身体自己的 的回应 好我们 继续来讲 直觉饮食 的好处 就是 对你的直觉有保持一个联系 你知道你身体的 感觉 坏处是什么呢 是 当饥饿 发作的时候 你可能会吃不好的食物 因为你已经饿过头了 你进食的时候吃错的食物 而且也会吃错的量 这是他有可能会带来的一个 危险性 那 我个人的想法是 除非你是婴儿 不然是很难靠 直觉性来进食的 因为当我们是婴儿的时候 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就哭 吃饱了之后就睡 即使在 古代的时间里面 我们饥饿的时候去 狩猎 去打猎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找不到食物 当找到食物的时候 我们就去 吃很多 因为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下一顿菜 下一顿的 烈食 也不像说现在我们有冰箱一样可以 把吃不完的东西 还剩下的东西 冰到冰箱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 即使他们 不饿 他们还是会把那些东西给吃完 来存在 身体里面 那现代的我们呢 是无时无刻 暴露在 食物里面 食物的广告里面 庆祝 庆祝任何的节日 还是活动 我们都 一定要有食物 每一个街角 都有 杂货店 便利超商 Starbucks 即使药局里面 即使药局里面 也卖 一些非常糟糕的 糖果 零食 这些刺激物呢 包括食物的包装 他们都刺激我们的大脑 让我们在 错误的时间 吃错误的食物 变得 我们的饥饿感是非常的 巡乱 因此呢 如果 你的直觉是好的话 那靠直觉进食 是 很好的 但是如果不好的话 就像我们在21世纪里面这样子 可能 靠直觉 以不好的直觉性进食那 将会 导致 很多疾病 还有你知道 饥饿感 是 怎么样吗 你知道 不饿 还有 已经饱 的 感觉 的不一样吗 常常我们在节食中 当你在减肥的时候 会得到一些建议说 饿的话 喝水 或者是 感觉到饿的话 去散步 还是 做其他的事情来 分散你的注意力 它就会 消失 那没错 它有用 因为 饥饿感也是 一个 感觉 当你去做 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感觉 就会消失 但是真正的饥饿感 它 不会消失 因此 当你 凭 直觉 去 去进食的时候 你可能 会因为有这一些小小的饥饿感 而不是真的饥饿感 你去 进食 那你如果吃到不好的 食物 垃圾食物的话 更可能会 导致 灾难 或者是说 当真正的饥饿感 来袭的时候 你进食的时候 你可能吃得像 一个 狮子一样 因为当我们的 祖先 找到 食物的时候 因为我们 那个时候 可能已经 饿了 几天了 所以我们 吃尽可能能吃的食物 想要去 活久一点 想要 为了下一餐 生存久一点 我们吃得很多 那我们身体不知道说 已经进化到这个时代 你可以 不需要吃那么多 因为下一餐 冰箱还有 所以呢 我们 真正饥饿来临的时候 可能会一口气 吃很多 还有譬如说 你如果在一个 两个小时长的 Presentation 会议之中 突然感觉到饥饿 有可能你 做间接性断食 18个小时 24小时 之类的 突然感觉到饥饿 如果会议中的话 你不可能说 离开 会议 然后 去吃你的 沙拉 或者是 带来的 食物 我们很有可能 因为这样子 依靠我们的 不好的直觉性 导致我们暴饮暴食 然后 陷入各种的 饮食失调 因为现在的人呢 很少 已经有 真正 健康的 直觉性 所以 很容易 误以为 这个 是好的 直觉性 再来我们的 选择 食物上的 选择性 太多 也很容易挑到 不好的 食物来 进食 同样的呢 是 很容易 我们把 疲劳 误认为 是一个 饥饿感 当你在 漫长的一天 工作回来 到家里 的时候 你开始准备 晚餐的时候 突然 饥饿感 杀来 不仅是 工作上的疲劳 也可能是 情绪上的关系 煮丧 压力大 悲伤 快乐 我们的直觉 变得很 复杂 不再只是 只有 饥饿感在里面 所以 你 需要去 抽丝剥茧 去找那 单一的 饥饿感 其实是 还蛮困难的 这样子 来说的话 按计划吃饭 可能会比较简单 但有些人会说 这太愚蠢了 为什么我要让时间来告诉我 什么时候 吃饭 它只是一个时间而已 但是很可悲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处于在 按时间来做事情的一个世界 我们早上 比如说6点起来 然后8点上班 10点开会 12点吃午餐 几点下班 几点又有开会 几点接小孩 晚餐 去睡觉 这些都是 靠时间来运作 你有数过你每天 看时间 看几次吗 如果你一天 可以 不看时间 而且还 正常的能够去 运行你每一天的 时间 的话 然后还可以说放松心情的去吃饭 睡觉 玩耍 那你可能有 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 很好的直觉 但是大部分的我们都是靠 时间表 来 遵行 遵行我们的 责任 社会的规范 来生活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 有弹性式的饮食方法 可能会更适合我们 现代的生活 譬如说你如果是 早上8点吃早餐 中午12点吃中餐 下午3点吃零食 晚上6点吃晚餐的话 如果你已经是这样吃 吃很久了 那有很有可能说你已经训练你的身体在 这个时间带 感觉到饥饿 如果你没有 问题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也OK 因为这样对某些人 有用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减肥 或者是想要对你的健康问题 去付出一些管理 那 我建议你可以考虑稍微 去对于你的吃饭的行程表 稍微做一些弹性化 譬如说 你可以挪移一下 你的 吃饭的时间 把早餐 推到 9点 10点 或者是 11点 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中餐就 不太饿 你还可以省掉 一顿饭的钱 还可以节省 时间 最终就是我们希望把早餐跟中餐 并成是 一顿饭 再来就是你如果不能 撑到 晚餐的话 从中餐到晚餐 你中间一定要有 一个小餐的话 那我建议你 把那个零食 取代成 一个高脂肪的 茶 或者是 高脂肪的健康的坚果 因为呢 真正的 魔法 是 在餐与餐 之间 发生的 真正你身体会去 做消化 燃烧脂肪的这个 活动是在 餐跟餐 中间 你如果餐跟餐中间 吃了这些 零食的话 魔法就无法 发生 然后你如果 下班 最早 最早 能够吃晚餐是 6到 7点之间的话 那你可以 把中餐 改在12点 吃你的 第一道 这样你 有8个小时的进食时间 12点吃 第1餐 然后 8点吃 吃完最后一餐 或者你可以把第1餐 推移到 1点 或者是 2点 这样子的话 你有18个小时 进食 6个 小时的 开始时间 你不需要每天都这样做 因为我们每天的工作行程不一样 我的意思是 我们多多少少是要按照行程计划 来 进食我们的饮食 譬如说你看一下野外的 一只非常饿的 狮子 他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会把眼前所看到所有的 猎食者 所有的动物都 把他追下来吃掉 比起在动物园的一只狮子 他每 隔一个小时 都会被 喂食一下 或者是每几个小时 都会被喂食 来保持他的 饱足感 这样子他就不会 可以避免他去攻击其他的 动物 那说实在的 我们是 动物园里的 狮子 我们被照顾得很好 我们被现在这个世界 照顾得很好 我们有暖气 我们有冷气 有冰箱 有瓦斯 而且说真的 我们不会想 在野外 当做 野外的狮子 因为 生存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强力推荐你去 做 这一个弹性式 的饮食 不需要害怕说在 这里那里去 跳过一顿餐 他不会 伤害到你 或者是 以你餐的时间 推移一个小时之类的 你可以用那个小时来 喝茶 放松身心 静坐 冥想 我保证 这 不会伤害你还可以 省钱 可以挑战你的 意志力 还蛮有意思的 那有些人做 延长断食怎么办呢 他36个小时 48个小时 进食 这些人是怎么样 如果你想要 重色 reset 你的 人体的 感官 的话 这是很好的 尤其是你身体 已经是非常 损坏 或者是有 很多的 疾病 的话 重色的时间 是根据你 损坏度 来 设置 你越严重的人 重色时间 就要 越长 当你重色的时候 在这个 中间的 时辰的时候 你可能会 感觉到 饥饿 不管是你训练出来 的饥饿感 就是每天你都固定时间 吃饭的时候 那个训练出来的饥饿感 或者是 你真正的饥饿感 你都会感受到 但是这个就是 重点 我们需要去感受它 去分析它 了解说哪一个不一样 然后在你 重色 回来之后 你还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 你有一个新的 一个新的干净的 加可以来这样 比例 是你现在开始去 放进去的这些家具 还有你多 频繁的去维护它 打扫它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 做错了 或者是带绿了 没有去打扫它 你放了错的家具 或者是不好的家具 有可能你这个新家 会比 比以前更糟 所以这个是要去 小心去 顾虑它 因此呢 我想要各位能够带走的一个重点 是 80% 的人 可能 以 弹性 饮食 来做 比起 直观饮食 还要好 如果你觉得我的 视频有帮助麻烦你喜欢 分享 subscribe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见 拜拜